他说等这次疫情结束了 等他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吃顿好的 然后就去领证 这算求婚吗 这算是答应我的求婚了吧 是你们两人同时去的一线吗 对 当时他被排在发射病棚嘛 一天门诊量能达到二百 就是二百五十多个 有的时候能达三百个左右 有一天会说 我估计过说 他要是就是被感染了 让我帮他就照顾一下他父母 以前我总以为 他是那种教授官党的孩子 当时他跟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内心出动就特别大 隔着门见过两次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 多半年的陪伴 虽然你两年追我追得很辛苦 你觉得最近很可怜 但是我跟你保证 以后的日子 我会让你觉得这两年的辛苦 一点都不白费 而且越来越辛苦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雷 大家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 摇一摇就有可能获得精美的礼品 本节目由 《倾听FM》独家音频播出 更多的世界 用听的 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们三位老朋友 分别是心理专家 白燕仪 大家好 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台湾好 美女主播 柴子路 大家好 好 接下来我们走入今天的故事 先来看到一个短片 这是我们急诊科 每天上班都会再次通过 然后护士们非常辛苦 一天24小时 都需要在这个地方 排查患者体温和流星冰雪室 这是你们 终于到家了 以前觉得不大的房子 现在竟然觉得有些空旷 有没有想你最喜欢的冰箱 我知道 从小及众多宠爱于一身的你 一直对婚姻 有着童话般的期待与向往 而你却愿意嫁给现在的我 现在没房没车的我 因为有你 不管明天是狂风暴雨 还是阳光明媚 我都充满期待 所以我想在这里对你说 米墨谢谢你 那天隔空答应了我的求婚 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他们分别是 对制线人李墨和制线人左仲强 各位老师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李墨 我是黑龙江人 现在是在浙江大学服属地私医院就职 是一个感染科的医生 这次是在抗疫的第一线进入了服压病房 现在正在隔离期间 你没有被感染 我没有被感染 你是因为刚刚从前线退下来 所以对 对 来 左仲强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左仲强 是浙江大学医学院服属地私医院 医院移民急诊科医生 我也是东北大庆的 你们俩是老乡是吧 不是老乡 我是城市不一样 你们现在在哪个城市啊 在义乌 这个刚才小片里面说到求婚 在这个时期求婚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啊 这个是我跟他就是说 在我进服压病房这段期间 我跟他说起了这个事情 是你求婚啊 不是 是他求婚 但我提起了这个事情 他适事求了婚 以前求过吗 就是不断正式求婚吧 以前提过结婚提过几次 但是没有结果 对 但是说再等一等 就是以后各方面都稳定了 经济啊这些工作啊这些都稳定了 然后再减肯 因为我们也是刚毕业嘛 也就是财入职到这个义务 也没有什么依靠 在这边就是纯实自己打拼 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还没有稳定 而且现在也是在一个出租的房子里 总感觉其实还没有说是那么踏实的感觉 就没有说是去答应他 那为什么这次你主动提出来呢 也是在隔离病房这一段期间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吧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其实因为本来每一天好像吃吃饭呢 两个人然后说说话 觉得很平常的事情 等到真正的在这边的话 就是在休息的时间 就一个人在隔离病房 就觉得就非常的冷清 也非常的孤独吧 然后这个时候就总能想起 我俩平时可能做的一些 很平常的事情 就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幸福 然后等到后来的时候 看见了就是网上因为疫情 情侣啊夫妻可能有一方 就因为疫情就是没有了 就觉得对自己出动挺大的 觉得这个时候两个人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别的真的都是次要的 你是在一线在负压病房是吗 嗯 去诊为新冠的这个患者 他待在的那个房间 就是我们是在那里面 待了多久 一个月 在你的病房里面都全都治愈了吗 嗯 现在都治愈了 都清空了我们医院的患者 中强是在不在一线是吗 你是在普通病房是吗 嗯 对我也算是在一线吧 因为我是在急诊 呃 急诊就是接触的不是确诊患者 但有可能接触到就是说 呃 已经感染但没有确诊的患者 也算是在一线 这次他刚进去几天 其实我是也没有心情想结婚 只是想就是 嗯 什么时候 这段时间赶紧过去 疫情赶紧过去 他能赶紧出来 这次疫情 在最初接到通知的时候 是你们两人同时去的一线吗 呃 对 因为当时我们急诊科嘛 就是也需要就是 当时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呃 我们一无还没有确诊的 但是也当时就是领导们也就是说 不知道疫情会就是发展成什么样 我们需要就准备人手 如果有这种就确诊的话 需要去附加病房 然后当时我在急诊嘛 就是也是就是能够被领导 就是呃 包括有自己的意愿 就是领导就把我也给抱上去了 然后他是感染科 本身他们科就是就是需要人去 嗯 本来在疫情没有来到之前 正常的过年是应该回东北的吗 嗯 呃 对 嗯 大年初二的机票 哦 那后来 我是我是留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是急诊科 过年就是没有假期 呃 到过年这些时候 也得自己穿班 有些就有很多医生都回不去 那后来李墨怎么又留下来了 因为最开始嘛 呃 我是盯了大年初二的机票要回家的 然后后来在过年前的呃 一周吧 那个时候就是疫情 就是他说就有疫情就刚刚开始 但我们一屋还没有 但是一个是因为我就害怕等到疫情真正来的时候 他本来天天要在急诊上班就是挺担心他的 嗯 第二个就是因为毕竟自己是感染科的医生如果疫情来了肯定我们是感染科需要冲在第一线的所以说也也是不是很放心走嗯所以我就把票退了 你把票退了这事跟家里商量了吗 没有先斩后奏吧 所以跟他商量了吗 嗯也是说先退退了之后然后才跟他说的 然后才跟他说的 在告诉我 嗯 就是只要将来到一屋 他就平时都跟我说他说好想回家 然后等他知道他有假期之后他就感觉他好高兴啊 我过年终于可以回家了 因为他家里还有爷爷奶奶姥姥 他说特别想这些老人 嗯 所以后来当这个疫情到来的时候发动所有的这个医生去一线的时候我们在以前录起司节目的过程当中也知道有些医院是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决定的就是说如果是双职工家属是只要上一个对吧 嗯 其实最开始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还没有正式启用负压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俩都不知道双职工只去一个就可以了 后来是被通知我是第一梯队已经要开启负压的时候 我跟我们同事说了 同事就说那那个双职工去一个就可以了 就到时候别你俩都去上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赶紧给那个我们院办打就是医务部打电话 我说我已经就是启用了第一梯队那就是说我男朋友也在第一线那就 嗯两个人去一个就别让他去了就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在排班了已经把他也排进去了 就跟那边说了 也就是说你又是先斩后搜是吧 对 对 那难道你自己没有什么担心吗 其实我那个时候想的不是说担心 首先就是可能就是作为医生以专业的角度为讲就是我可能去的话 我感染科的医生肯定要比他相对于熟练一些对于这个疫情 然后再加上我们需要穿这个三级防护嘛 我身材比较小而且还不愿意出汗 当时我们练习的时候他刚穿上就满头大汗 所以为了安全角度讲我就觉得我可能感染的几率风险也会比他小一些 其实我首先考虑的是这一点 刚知道李莫先斩后搜的时候 仲强你是怎么想 嗯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就挺生气的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感觉第一我是一个男生嘛 第二第二我还有一个姐姐 当时并不知道疫情最后就是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我就在想就如果说我出事了 起码我家里我还有姐姐能帮我照顾父母 然后他家里吧就他一个人 所以说当时我就是还是想说就说我要去 然后当时我说我要再打一个电话说我去 然后他他把他就 我就没让 后来我就跟着这些专业的一些事情之后 我就没有让他打就我去了 我觉得因为爸妈都是在医院工作嘛 肯定也会理解我的 他也是希望在疫情方面 我也肯定是不能做逃兵的嘛 嗯第二个就是我也比较信任祖龙强 我觉得当一旦我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对于我父母他真的是 我觉得他会尽他一切的能力去帮我照顾他们 你会托付给 嗯 嗯 做逃兵的 对 对 因为有一天有一天他当时还没有我们医院 还没有确诊的患者 当时他被排在发射病房嘛 嗯当时那个季节就发射患者特别多啊 一天一天门诊链能达到二百就是二百五十多个 有的时候能达三百个左右 然后有一天就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特别疲惫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 如果说他要是就是被感染了 然后当时让我帮他就照顾一下他父母 当时他跟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我的内心触动就特别大 我当时就想怎么说呢 嗯他真的是特别优秀 以前我总以为他以前是就那种教授患养的孩子 因为从小吧 他父母都是医生 就家里是城市的 然后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呀 算是极重膜宠爱于医生吧 然后就到这个时候他也不跟我就拌了类 因为当时是在发射门诊也需要穿这些防护 很就是很不透气很热的 然后他吃完饭之后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就睡着了 所以说当时就心里特别就是 挺就挺不是滋味的 就是说本来他可以在他的家乡 就是找到一个非常安逸的工作 然后他跟我来到这里 就感觉真的是受了不少苦 银沫是哪一天进入的负押病房 1月31号 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穿的那个衣服嘛 其实正常来说都会出汗啊 我那天进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手脚变凉 都冒凉风 就感觉很害怕 然后等到后来 等进去的时候 其实当我真正看见那里面的患者的时候 好像就跟平常工作一样了 就慢慢的就去适应 就很快就适应就是这个 那个场景了 所以说就 然后等 后来等到有一天 我去带他们去带患者做CT的时候 那天是比较晚 然后我穿的那个3G防护下去了 那个护目镜就完全就是上屋就看不清了 看不清了之后 我就内心就特别的害怕 我就怕生怕自己摔了 或者是把衣服就是哪个地方卡了 就是漏气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在被感染了 但就是在我就是绊绊走的时候那种 然后边上有一个患者就说 我扶着你走吧 之后我就慢慢的 我就一点都不害怕了 我觉得 我扶着你 打死了 我就把这些人的 怎么没 spl封 我扶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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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医生 我扶着你 就代你 我扶着你 你的扶着你 我扶着你 扶着你 我扶着你 就不要抵着你 因为因为我以前我本身我是学的是外科嘛 但是当时来这个医院干的是急诊 刚开始的时候就特别不适应 但是就是在急诊吧也是经历过就是说 因为急诊课就是更容易就面对这些生生死死 所以说感觉有些时候就比如说你出车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之间呼吸心跳都没有了 然后你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它按回来了 就感觉这样的成就感还是挺多的 所以说现在很喜欢这个职业 当把患者真正在你手里治好的时候 你那种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是真的是就是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幸福快乐 在自己的医务工作者的这些工作内容当中 你们能够得到快乐和成就感 但我相信工作越重 其实思念也越浓 平时自己就是睡眠就是算不怎么规律 以前的时候以前就比如说晚上12点下班了 到家的时候 就是他总会出于那种就是半睡半醒这种状态 然后会跟我说几句话 就说今天累吗 然后有他就在旁边吧 就感觉自己睡得特别踏实 然后这段时间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 到晚上12点之后一打开 就是这个屋子就感觉空牢牢的 有些失眠 就感觉平时就平时两个人在一起 就这么点点滴滴 以前没觉得什么 现在就感觉特别幸福 你们每天通话吗 每天会通一次话至少 说什么呢 开始的时候反正他就会问我 穿没穿好这些防护服啊 就是那种比较担心安全的问题 等到慢慢的后来觉得可能也是适应了 加上其实感觉还好 就是因为我们防护的还是比较好的 最多的就是吃没吃饭呀 昨天睡的怎么样 就是这种很平常的问题了 没说点逆味的话吗 逆味 有时候也会有一点 我们他说等这次疫情结束了 等他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吃顿好的 然后就去领着 这算求婚吗 这算是答应我的求婚了吧 这怎么特别像那个葛有眼的那个不见不散的 在那个飞机上飞机要失事的时候 他那个假牙掉出来说 我下了飞机就结婚 其实可能等真正事情 以前我还想着就是跟他结婚之前 他一定要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求婚仪式啊 就是特别用心的 我觉得可能每个女生都会想这样嘛 然后等到真正说是在这些我跟他提的那天 我觉得其实什么都不重要 就是两个人高高兴兴 吃顿好吃的 然后就去把这个正领了 我觉得是对我 也是一个就是直接心里所想的吧 没有说那么繁琐的过程 你们平时在上班的过程当中 彼此之间隔离有多远 他是感染了 我是急诊科 走路的话大概五分钟 两个人能够直接见面吗 基本上没太见过面 见过一两次就是在我们楼下 就是我们有集体这个隔离的宿舍 楼下的玻璃门隔着门 见过两次 隔着门呢 因为不能接触嘛 好浪漫 说到这就是我想 因为在这里面吃的就是比较 也是比较清淡嘛 然后就是尤其是那几天就特别的馋 但我给那次给他打电话 我说给我送点什么零食之类的 我还没有提就是说我的那几天 然后结果那天他给我送来的东西里面 我发现就有一包红糖 因为我平时的时候那几天 我就容易第一天就容易特别的肚子疼 然后他还记着 然后就给我 我还没有跟他提 他就里面就给我放了一包这个红糖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暖心 我们两个属于上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认识了 然后我看他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算是一见钟情吧 当时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吧 是在我们就是海一大 一个外壳楼 当时我们电梯正好是对面的 然后我当时就看见就是他了嘛 我感觉好漂亮 然后但是当时不知道他是哪壳市的 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直到那个电梯吧 它是固定的几层楼 就七楼十二楼 然后七楼吧 就是男医生多一点 因为七楼是守护士 十二楼是肖化科 然后当时我就猜想 他会不会是十二楼肖化科的医生 刚好我认识了一个同学 也是十二楼的 然后当时我就给他描述了一下 我说那天有一个女生 就穿什么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戴一个耳机 这个你认识吗 刚好我认识这个朋友吧 是他的室友 然后我们两个就认识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当时让众强一见忠情的李末 到底是什么惊人的颜值 跟现在一样的吗 还好的 就你属于那种一眼就能看得出 你八十岁的时候的样子 是吗 就是很慈祥的样子 很慈祥 就是你属于长得很有善意 你知道吗 就可能比较爱笑吧 我就没啥事 就跟哈哈笑的那种人 就是你长得是属于那种 比较容易让人接近 但不会是那种让人 拒人与千里之外那种高冷的 事实上是怎样 事实上吧 这两年 就是我过的就属于那种比较惨 我就通过他这个朋友嘛 就是加了他的微信 然后也就是很 就是也没有直直言言 就很明显就表达了 就是对他的喜欢 然后他就一直不答应我 我刚开始的时候请他吃饭 请他看电影 然后比如说 整天他上自习的时候 我就坐在他旁边 他前后左右我都坐过 就有些时候 我会把我写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写的一些新情日记啊 就是发给他看 他那些发的一些日记 其实还不是说像 特别露骨的那种 还挺就是挺文艺的那种 还就是能把 因为我也给我妈妈看了嘛 然后我妈也就觉得 这也是还给你妈看 因为我就觉得 这种像就是这种像初中男生 就怎么现在还会有这么 就是写情书啊 这么幼稚 就是这么哎呀 就这样的男生 然后写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其实确实是很感动的 那一阵考博嘛 他我可能就是受得比较明显 他就是 我那阵我俩好多天不见了 他就给我发 就是说好几天不见了 本身就不太想 就是就想放弃我了 然后但是 在上楼打水的时候 就是突然看见我就特别的憔悴 他感觉就是 就特别的难过 就是写的这些 但是我是那种不会说是因为 总是对我好 我就是因为感动啊 就是会答应你的这种 因为我总觉得感动这个时间长了 可能我习惯了 或者是你对我没这么好了 我可能就不会喜欢你了 就是求爱都没成功 对 他一直就是没有答应我 他是一个 就是挺爱学习的人 尤其是到最后 等到延二下半年 延三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每天 他每天早上就是第一个 在自己室里面的 有的时候就是五点半 他都会在这一室里面 因为当时我不准备考博 所以说我这个人吧 还特别爱睡懒觉 然后我有些时候 我就会故意早起 就假装自己也学习 然后其实就是坐在他后面 然后一早上就是看着他 因为当时也不用看书什么的 你那两年就真没看着他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身对于就是说 不认识的人 可能我就不是很愿意说话 所以我可能就是 就是不太喜欢特别的 能说的那种人 觉得不是很老实 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不太好 那后来怎么就答应了你 真正他吸引我的是 我觉得他特别的聪明 让我看到了他的闪光点吧 因为在毕业的后期 就事情很多 写论文再加上考博 我就每一天就 被我的那个论文弄的 就是都两三个月了 我就完全就是 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因为它涉及到统计 一些数学的东西 就这种 这种逻辑上的东西 我真是一点都不懂 然后他就在自立室的时候 看见我可能 愁眉苦脸的每天 他就那天就问了我 说你要是有成不会的 你就问问 就是你就跟我说 然后我就顺嘴 我就说 那你帮我看看 我这个统计怎么弄 结果他两天的时间 他我想弄的 然后整个的过程 他就弄得特别的明白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个男生好聪明了 就让我就想要去 可能就是慢慢 看到闪光点之后 开启了我想要去 慢慢去接触 想要就是进一步的 去了解这个男生了 所以说一个男人 掌握一门技巧 是多么的重要 后来会怎么会 一起分配到 同一个医院呢 当时他是准备考博嘛 然后到找工作的时候 是我先找到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院 然后他吧 还是决定考博 但是当时我们两个 已经决定出对象了 他就是考博出事成绩 也就算是挺高的了 然后他可能有 也是感觉怕我 在那个他那个城市吧 找不到就像现在这样 合适的工作 然后他也有一点说 就是可能有一点说 有点不太舍得 两个人一第三年 然后就相当于他放弃 就是多博这个机会 想跟我来到这个义务 我们两个一起工作 你们从确定恋爱关系 到现在多久了 一年多一点 我们是去19年1月14日 确定的 身为一个男生 我还是挺想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给他更好的生活 但是他说的也是 我现在也感觉 平时吧 就看着很平淡的生活 到这时候才发现 就是挺珍贵的 所以经过这次特殊时期之后 两位对于所谓的稳定 有没有了新的定义 李莫 我现在觉得稳定 就是两个人都平平安健健康康 每天都陪伴彼此 我觉得这就够了 这次疫情 原来有很多医务工作者 包括一些特殊岗位 像警察 他们本来在这段时间 有计划要结婚的 最后都耽搁 你们是属于那种 经受处的考验 更加迫切地 感觉所谓的平稳 所谓的安稳 其实并不存在 真正的安慰 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 我们就没有必要 为了那些所谓物质的累积 和凡夫俗子的标准 去浪费我们相爱的时间 相处的时间 所以你们在决定 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什么也不当的 我们就结婚 首先要祝贺你们 当然了 不光我一个人要祝贺 还有另外三个老师 来我们先有请白老师 首先向两位战斗在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致敬 在这次疫情期间 有很多的人 去会做出情感上的一种选择 在恐惧的时候 人们比较倾向于 去做出一些情感上的选择 是因为人在越恐惧的时候 越倾向于给自己 做很多的心理上的补偿 就是我特别害怕 所以我认为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 可能这个时候 当我们特别资源起这种局限性的时候 爱就是最重要的 亲人是最重要的 我的那个他是最重要的 但也有的人是说 越在资源紧缺的时候 我越看到了 其实我拥有的资源 对我来说是消耗 而不是滋养 所以我对我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都是恐惧 带给人们的一种行为上的推动力 我想就通过李默跟领导说 我去一线 不要让他去的这个行为 能够真的已经看出来 重强在李默的情感当中的 那个亲密关系当中 是不可失去的一个人 所以我相信这不是恐惧的压力下 做出了一个行为上的选择 在一起的这个行为选择 而是他看到了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需求 所以在此特别的祝福你们二类 能够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谢谢白老师 好 陈老师 首先呢 很感谢你们带给我们 这么美好的一个爱情故事 其次呢 觉得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其实在这次疫情当中 你们所有的医护人员 也带给了我们很多美好 重强 我刚刚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 他从头到尾 裹得严严实实地 穿着那个防护服的时候 我想你可能觉得 他那个时候更美了吧 当他作为一线战斗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在他身上 真的没有你以前 所认为的那种娇气 而是有一种力量 可以让他原本的那种美 更加地长久 还有就是李莫所说的 很骄傲地说 我们现在医院已经清空了 把我们的那个 负压病房都清空了 很骄傲 所以我想你有这样的信心 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战胜疾病的话 那么以后生活当中 婚姻当中 遇到的一些坎坷 你们也一定能够战胜 欲祝你们新婚愉快 身体健康 谢谢 嗯 随老师 首先向你们表示 致敬 也希望你们能够 结束隔离 早早成家 相互陪伴 拥有平常 而且我觉得 今天这对医生的感悟 能唤醒很多人 在未来我们终将战胜疫情以后 对所有平常的珍惜 比如 能有时间 别找借口 多陪陪家人 让我们记住今天 所有所有人 因为平常的汇聚 对平常婚姻 平常爱情 平常日子的渴望 这是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一个 共同的感动 背后蕴藏的很多人 艰苦卓决的努力 永远不可以忘记 所以 祝福李莫仲强 祝福你们能够永远的 相守 永远的为我们 守卫着平常 毕竟 在你们上医学院的时候 你们的誓词 第一句话就写着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健康所欣 幸运 相托 拜托 拜托 加油加油 祝福祝福 我的话完了 谢谢 通过了这次疫情之后 我们发现 精神上的富有是多么的重要 同时我们又发现 那种往日平淡的生活 其实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有的时候说走就走 说失去就失去 我们应该抓住生活当中 朴实无华的 每一天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环节 叫做谢谢你来了 你们俩之间可以在 这环节当中 多说一说 彼此之间 深厚的情感 和想说的话 虽然今天这个谢谢你来了 被感谢的人是我 但是 左中强我也想跟你说 其实 我也想 感谢你 谢谢你这么包容我 谢谢你 这么体谅我 而且 两个人 在这里 你所有的事情 我不喜欢做的 觉得繁琐的 你都能替我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而且你从一开始答应我 不会让我去刷碗 去做饭 怕我的手变粗糙 我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 没有想到你一做 就是做了大半年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你 多半年的陪伴 我希望 其实最后一句话 我想跟你说的是 虽然你两年追 我觉得很辛苦 你觉得自己很可怜 但是 我跟你保证 以后的日子 我会让你觉得 这两年的辛苦 一点都不白费 而且越来越辛苦 谢谢 这像是一个男人说的话 对不起 我想说 李沫 真的谢谢你 就是因为有你 我才感觉到 什么是完整 我知道这半年来 你其实跟我在义乌 受了不少苦 我也记得 就是咱们曾经 因为心疼 就是几块钱 没有打车 然后一直就 被与您的一个通透 也记得当时 咱们刚来的时候 舍不得开空调 晚上热情好多次 我还是像 曾经跟你父亲 所说的一样 我会用我的一切来照顾你 如果 有 一个面包 我会给你吃 如果有两个面包 我会都给你吃 如果有三个面包 我才会吃 谢谢你 感动啊 我们都希望 有一些医务工作者 冒着这样的风险 去为我们的生命 保驾护航 你们理所应当 应该获得最完美的 幸福 最美满的爱情 这是我们最真挚的 祝福 你分不顾身 却无所畏惧 有所有爱 今往人海中 潜伏后尽 我经过悲欢 我最忠心希望 所有的抗疫的战士 一定都要平安归来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所有的患者 导致康复 所有人都能和自己 和家人在一起 携手躲在阳光下 最危险的地方 都是这些 医务工作者 冲上去 我们的生命 才得以保障 我们应该所有人 都内心深处 对于医务工作者 有崇高的敬意 上门至倦